回到接口我们再去制造一点错误 可以修改一下这个App ID的值 让它等于一个空白的字符 再回到小程序 刷新一下页面再确定一下 单打里面的东西就是微信服务端返回的一些数据 这回它里面会带一个Error Code 表示错误代码 还有一个Error Message 表示错误信息 意思就是请求的地址里面少了这个App ID 再回到服务端 我们再给这个App ID一个错误的值 然后再回到小程序 我们可以试一下 刷新一下页面 按一下确定 这回呢返回的数据仍然会包含一个Error Code 错误代码 还有一个Error Message 错误的信息 再回到接口 在这个get微信塞置里面 我们可以去做一下判断 去看一下微信里面得到的这个塞置里面 有没有Error Code的这个属性 如果有就说明请求的时候遇到了一些问题 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去Return一个新的WP Error 错误代码用Session里面的Error Code来表示 错误的信息用Session里面的Error Message来表示 再添加一个数据参数 添加一个Status 状态码可以是400 表示Bed Request 如果Session里面没有Error Code 就说明成功地得到了用户的回话信息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直接返回这个Session 回到小程序 再去试一下刷新页面 按一下确定 这一次呢返回的数据的格式呢会有一些变化 这个格式就是Wordpress标准的错误